人的心啊 就是不容易忘记别人对你的伤害 所以经文金刚经经常说 要我们忘记过去 想一想如果一个人不能忘记过去 哪有你的未来啊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人是最会制造精神垃圾的动物 清洁工每天在打扫马路 而我们心中的烦恼欲望忧愁 无形的那些垃圾 没有人帮你来打扫 所以我们要拥有 不要让自己精神垃圾在心中泛滥 我们要有耐心 要想通就是扫清烦恼 要想明白就是解脱自己 这样你才能超脱人间的烦恼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